在西芹之饮食方法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柠檬水它可以活化我们的饮用水 所以它丰富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 把身体里面的毒素全部都把它冲出来 所以对于进化肝脏排毒是非常非常好的 在西芹之饮食方法里面会用到的柠檬只有新鲜的柠檬 所有腌制的或者是已经做成冰块的都不是我们会用到的 因为只有新鲜柠檬里面的柠檬活水才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排毒 制作柠檬活水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把柠檬清洗干净对半切开之后 准备一根叉子把柠檬的果肉弄松 就可以把柠檬汁轻松的挤出来 是500cc的白开水 把刚刚挤出来的柠檬汁把它加进去 就是我们的柠檬活水了 为了达到最好的排毒效果 您可以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空腹就喝一杯500cc的柠檬水 再来第二杯可以在下午的时候 以及晚上睡前也都喝500cc 这样子可以达到最好的排毒效果 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为您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记得按赞分享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就祝福你越来越健康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